对于中国来说,元朝和清朝算外族入侵吗?这里告诉你答案。 元朝和清朝都是中国古代的王朝,不同的是元朝和清朝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,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,而清朝是由女真族也就是现在的满族建立的。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,蒙古族和女真族都是外族,属于外族入侵,但是对于现代来说,元朝和清朝算外族入侵吗? 首先我们要讲明什么是外族,西方列强与东洋倭寇等,这些个非中华民族血统关系的种族,是外族,在中国大地进行的掠夺战争,就是外族入侵。 在我国古代的北方,由于当时没有严格的边界,只是某一片的区域范围,在那里一些少数游牧民族不断繁衍融合与进化,不时地出现某一只强大起来的游牧民族,形成一个个地方政权,不断地越过长城,来争夺物产丰富的中原地区。 像最早的雄奴民族,不时地袭扰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,与中央政权发生对抗,在中央政权的打击下,一部分在立场消失,一部分与汉族人融合,被当时的汉朝中央政权赐予流星。 在历史上,只有蒙古族人和满族人,成功地统一了全国,而统一的方式并不是像今天进行全民公爵,全民投票。 来决定是否有他们入主中原,来当中国的领导阶层,而是采用了暴力与战争的方式。 暴力与战争就是对抗与反对抗,不论哪种对抗,自然都会出现大规模的杀戮,而这些杀戮确实充满了血腥,这些血腥的现实,被当时的文人默克,站在不同的立场,进行的描述流传至今。 首先,蒙古族人在全国建立的大元朝中央政府,为巩固其统治地位,除了残暴的统治,还有一些相应的政策。 蒙古族人建立起的元朝政府,最后也与其他朝代一样,到了气数,进行了政权更迭,被朱元璋建立起的明朝政府取代,最后蒙古族人撤回了漠北地区,形成了一个地方政权,直至满族人在全国,建立起大清朝以后,才归附中央政权管辖。 至于满族人在全国建得起来的大清朝政权,与其他朝代一样,也是用暴力在全国夺取的政权,他们的身份,只不过是一个少数民族,而与元朝相比只不过是多了一百七多年的时间。 而这两个少数民族,建立起来的中央政权,根本不存在像今天所用的名词,什么殖民统治,和外族的入侵。 汉族人有统治中国的权利,少数民族也有统治中国的权利。 不能认为元清是少数民族,我们就把殖民与外族入侵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。 而殖民入侵就是当年的西方列强,与上个世纪的日本帝国主义。 请不吝点赞 。 K.S.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Zoom WhatsApp WeChat Line SNS